在你的家乡 好吃 用方言怎么说 在世界的眼中 山西美食以面食为名 在网友的眼中 进城美食以清汤和了出圈 流传千年眼花之今的 浸菜 你可曾经文 沟大厨 浸菜第九代传人 跟随浸菜大师王小彤 学习浸菜25年 虽根正苗红 但提出浸菜 为了让更多人能知道进城菜 一个厨子 静也精通了自媒体 为了让更多人能记住他 还戏称自己为 侯大厨 闲暇时 在直播间 教网友们做菜 工作中 边炒小米边唱歌 还不忘提醒食客们 拿起手机 把它包到网上 在别人看来 这个厨子不研究菜品 整天想着出名 在我看来 他和我有着一样的坚守 一个为了山西破圈 踏寻古剑 一个为了浸菜传承 强尽导致 十大碗 最早出现在 相当其余的典故中 后来流传到进城 每家的红白喜事上 而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 真正的浸菜 却难觅其踪影 一颗大葱 先炸再煮 再蒸再煮 如此繁琐的工艺 年轻人自然不愿再学 但沟大厨却谨遵施主 烂熟于心 在旁人眼中 最不起眼的食材 在他手里也能大放异彩 一碗成菜能成宴席 是穷苦时温饱所需 山西人的质朴 欲含其中 但无论在哪 吃饱吃好 都是中国人在宴会中通用的开场牌 温良恭敬让 这些我们儿时就习得的道理 还会伴随着人生的每一场宴席 来过人间 传承创新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我还会踏寻着古建筑 记录着山西的千年文化 沟大厨也在传播精彩 寻找着传承的新秀 我们终究会被遗忘 但它们会成为留在人间的 印记 感谢大家